科纳围县 科纳围县至少七个镇被洪水淹没 受灾十多天居民远南正常活动 到西江省和肯达里省迭搭幕伐 水灾后要小心病没闻 传染病上身 慈建人议会前往灾区疫诊 高龄六十四岁的布迪安多把握付出机会 人议会的药物准备集灾民需要的物资 刺激印尼分会职工分工包装 五十一种药物共两百公斤 加上尿布毛毯食物等物资 只愿受灾乡亲做前线志工的最佳后盾 戴一新闻印尼报导 美国爱荷华州由于农业发达 农药里头的化学物质像是硝酸盐